所以像譬如以这一次来说 卡尔文森号跟林肯号 他其中一艘是刚从东太平洋过来 要接替卡尔文森号的任务 卡尔文森号已经出来五六个月了 已经要准备结束他这次海外降落部署 可能在做一两个小演习之后 就要回到加州圣地牙哥去 那你说这么难得 两个航空我们现在海上能够碰到面 所以对于美国海军来讲 而且他这次还有一艘 从中东回来的SX克斯号 SX还有在日本的横须贺的 那个America Maivigen号 他等于一起出来参加这个演习 就是一个从中回来的 一个要结束西太部署的 然后一个要来西太部署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 也是固定部署在西太出来的 这四艘船凑在一起 再加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日向号 那哇这么多船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看起来就是五艘航空母舰 对对对 所以当然要出来 好好的拍一个大合照 来纪念这一次海上的演习 那当然你说这样的这个东西 巷装五箭自在配工 你要把它赋予一个政治解读 也可以 但其实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这种摆拍 我想行之有年 就是说他只要能够有两三航空母舰 在海上碰到面 对不对 他一定会摆拍 像我记得2003年 那个时候你说大陆跟美国的情况 也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针锋相对 对不对 当年的时候西太部署小英号 跟当时结束中东任务回去 星座号 现在星座号已经拆掉 小英号也要去拆掉 他们在南海碰面 也是碰到面之后 两艘船就摆在一起 然后拍了一堆的这个照片 那你更不要说像比如说06年 那时候美国在勇敢之盾 三个航空母舰 那时候美国06年 跟中国大陆关系也没有不好 甚至于说07年 07年如果这个秀林 你跑了那么多年政治新闻 你记得0607年那时候 基本上小乔治布希 还有SOB1号 来问候我们的这个 陈前总统随便 对不对 那时候美国跟大陆关系也没有不好 但是你看0607年 他们那时候办勇敢之盾演习 就在关岛三个航空母舰 这样摆开要这样拍 因为其实说真的 美国海军这样两到三到航空母舰 在海上能够碰到机会真的不多 所以大陆的媒体 当然你看现在他们强了 然后认为说美国 针对我们 就是针对我们了 那当然你要这样解释 我也没意见 但其实当然美国还是 照他自己本身的训练步调走 也就是说他做这样的训练 他一定会 比如说在西太平洋 这个部署的过程中 有回去要来的 见了面 大家一起做一个联合作战演练 操演结束之后 另外就是大家就各自要准备 各自上各自的功了 一个要回家就回家 上功就上功 其实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如果摆拍只是一个传统的话 应该是拍完照就没事了 可是现在的动向 据说是在菲律宾海拍完之后 接下来还要全部都进南海 要进南海再拍一次 那这就感觉就有静止意味了 好对 因为其实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演习演习 自然而然的 你要演习就一定会有可能会有假想对手 当你说像环太那种 他其实那个环太 其实就连环太演习的 他的那个假想对手 其实很多人都说 一定是针对大陆的太平洋地区 当然早些年的环太是针对苏联 后来其实 他一直是把他设定在两个 那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X跟Y 然后彼此之间有些问题 然后去透过联合国去处理 所以基本上来讲 环太本来还不是充斥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们刚刚讲 近年也随着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 等于说非常大的这个增强之后 那美国就要做一些相对的应对 譬如说 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个 射程这个1700公里的 或甚至于2000公里的 这个这样比如关岛快递 可以打到关岛的 然后那也有 东风时期也可以打到1700 800公里 接近2000公里 而且是高超音速武器在这个区域的 那也有东风16 他们号称叫冲城快递 可以打到这样一个范围的 那对美国来说 那我就如何在你的这个反舰弹道飞弹 以及各种这个高超音速武器之中 去寻找我对你的应对方式 不能说你对我好 那我就 那因为你现在有武器可以应对我 我毫无办法 那我就退到第二岛链以后了 对美国也不可能这样 所以他他现在就用这种航舰这种穿插的 或者说穿插 或者说航舰的突袭战术 也就是说他呢 像比如说 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卡尔文森浩 他这次在西太平洋 不说这个情节 他大概四五次跑进南海 但是跟过去 美国可能可以到南海 每次到船在这边 一来带个这个十天半个月 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就是 他现在这次到南海 有一下从这边上来 有一下从这边过来 然后有一下从这边过来 或从这边过来 他每一次进来时间 大概就四到五天 然后四到五天 他靠到大陆的这个时间 那个位置 大概差不多在1000公里左右 干嘛呢 因为我们知道 以F35战绩来说 现在卡尔文森浩 跟现在来的 这艘林肯浩 对林肯浩 他上面都各部有一个 F35C的中队 要不然你说卡尔文森浩 这次也不会有F35C 掉到水里去码 对不对 F35C其实是 三款F35战机里面 航程最长的 因为它是舰载机 所以它的作战半径 有1100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 今天美国的航空 已经来这边 它也很故意 大概是1000公里 大概差不多 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距离 它就故意 离你大陆的 控制的陆地或水域 我就离你1000公里远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F35C飞得到的 而且F35还可以在 像AGN-158这样的 公路的群密飞弹 射程也有1000多公里 那你就自己去算算看 我1000公里外 飞到这边 甚至距离还有 4500公里 我发射的飞弹 射程1000公里 可以涵盖到你多大半 你就自己去想 这其实就是 美国海军 针对中国大陆 现在有的各种 反舰弹道飞弹的 这个张良记 那美国海军的 过桥梯就是 我现在到你1000公里的 那个范围之内 让你知道 我的能力到哪里 像比如说 美国以前很常 多一个事情 像大陆或北韩 有一些比较多的试射 或者是一系列 这种飞弹试射 这种试射很多了 他们就从关岛 派个两架B-52 飞到这边 最近比较少了 因为其实关岛 有没有B-52 要看它有没有轮助单位 然后飞到这边之后 在这边绕了一下 然后就回去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 关岛B-52 轰炸器飞到这里 也就代表它可以从这边 发射 就是我们刚刚讲 例如像ATM-158 射程到1000多公里的 如果到这里 我的射程进行1000多公里 我到这里 等于这一大块 我都打得到 就是用降临方式 对你进行一个实力展示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前天中国大陆晚上 派了这个三几 那天三几架飞机 三几架飞机 礼拜天 对 39架 对39架 其实还不是最多了 去年10月 有一次50多架次了 今年 今年最多的一次 对 没错 而且我们刚刚讲 它这次还 特别还出现了 就是那个 歼16D 昨天还出现 但是我们刚讲 这边的这一系列的 这个超线 像比如昨天 它还有一架 那个就是 运八反潜机 我们讲空前200 出来之后 还故意到了 巴士海峡 这边再绕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从这边开始过来 进去了这个路上 他们认为 是不是会有 那个核动力的 攻击潜舰随行 所以要派一架 这个反潜机 去抓那艘 水下的这个潜舰 看有没有这个潜舰的 这样一个 反应跟讯号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能够抓到美军的 核动力潜舰 也是对它的 这个作战 这个资料库中 有很大的这个注意 我能够抓到 这么的这个重要 这个勤资 我这样就可以 借此知道 美国的核动力的 这个潜舰 在这个区域走的时候 它是水中的 一些水文反应 或者说一些 我们大陆会 可能我想要知道 细数 例如说可能车液 搅动水的声音 或者震动 或者这一类噪音 能够抓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们上一次 那礼拜天 基本上来讲 虽然说美国 可能是在这个区域 进行演习 但是中国大陆 也就建议 像比如它有轰溜 这些这个 殲16等等 都可以在上千公里 这个巡运飞弹 这样发动攻击 所以等于我在这边 我出现到这里 但是 向外延伸 一千公里的时候 我是打得到你 就是彼此都在 隔空笔画 但是用隔空的 这样的方式 告诉你我能干嘛 那同样美国也是 用隔空的方式 告诉你我能干嘛 这有名的一次例子 我记得大概差不多是 已经有12年左右 大概2010年左右 有一天美国突然 让三艘 他们叫弹道飞弹的 那个潜舰 就是美国有一种 过去有一种非常大的 那个厄亥二级的 弹道飞弹潜舰 它可以呢 带24颗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然后一颗弹道飞弹 上有12个弹头 等于一艘核潜舰 大概就有288个核弹头 那个核弹头数量 大概跟中国大陆 现在有了 目前公开的数据 差不多了 但是它有 因为线武条约 所以它把那个 核弹道飞弹潜舰 它有拿了四艘 比较老的 去改成一个叫 巡异飞弹潜舰 它从SSBN B就是那个 Balistic Missile 改成SSGN G就是讲那个 Tomahawk Guided Missile 那个导引飞弹 它改了四艘 那一艘 它原先一个 那个核飞弹 可以装七个 巡异飞弹 但它另外有两个 所以它改了24个洞 等于说一艘船 也有150几枚的 这个巡异飞弹的 这个搭载量 它的同时一天 第一 在这个关岛冒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艘 在新加坡 张艺港冒出来 然后另外一艘 在Diego Garcia冒出来 等于说同一天 让这个 当时 中国大陆就看到 在美国的巡异飞弹 射得到它的这个范围之内 出现三艘 这个SSGN 加财有 我们刚刚讲 一艘150几颗 三艘大概有 其实有450几颗 这样一个460颗的 这样一个巡异飞弹 等于说美国也 进入这样一个方式 它也不明说 但是你看的人就知道 北京一看就知道 它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点 美国对它有同时 发射450几颗 那个战补巡异飞弹 这样的能力 那它就知道 最近是不是 那哪些地方跟美国 可能有些地方 是不是不愉快 所以肯快要训定 这个驻美大使 继续沟通沟通协调协调 其实大国之间 摆这种动作 它很多东西都 来 come and talk 来聊聊吧 对 不过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这一次 就是这个39架的 这个军机的动作 那有两种可能性 我看你的分析上是说 一是乌克兰的局势 现在非常的紧张 中国大陆要测试一下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军事动员的信心跟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美日 这个五艘航母的摆拍军演 它觉得 你是故意针对我的 所以我也要这个回应一下 这两种分析哪一种的接近程度比较高 其实我觉得 以帝论事的话 应该还是你对美国 在这个区域里面做的 区域军事演习的反应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对解放军来说 你今天做这么多的这样一个攻击演练 如果今天人家真的船摆在那边 你干嘛不练 就跟你看 大陆美国航空 每次通过附近的时候 大陆都会有比较密集的 空中的动态训练 是其实可以反映出 解放军的这样一个思维 你也练我也也练 对你也练我也练 而且你送到我门口来 我干嘛不练 对不对 当然其实在政治上来讲 的确是会让美方 会感觉到比较挑衅力 就是你以前都没有这样练 你干嘛现在这样练 对于大陆来说 我现在我能力到了 我当然这样练 我就不能让你继续亲门踏户下去 从中方角度来说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 就是说跟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联合了自己本身 这个四艘两艘航空军舰 加两艘两艘攻击舰 而且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那一艘在那个 佐治保的这一艘 Amerika 它其实可以带F-35B战机 等于说其实出来 你可以看到 又是Amerika 然后又是两艘航空军舰 加起来其实 最多可以带到快40架 其实可以带到快4架 F-35战机 某种程度来讲 美国也是以自己知能示人 我这边有40架F-35 你中国大陆有这个味道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说 你来这样 那我就当然好好的 来演练一下 这个作战的这样一个规模 而且其实昨天 更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是昨天不只有冒出了 这个殲-16D两架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进来 其实这个时候 会不会还有像殲-20 从这个方向进来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电战机的话 电战机最特别是 电战机跟逆中战机 不会摆在一起 为什么 如果电战机跟逆中战机 摆在一起的话 就代表你的逆中战机 不合格 因为你的逆中战机 不是就是要让人家 雷达看不见吗 那你还需要电战机 保护是搞什么鬼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中国大陆昨天 在这边是不是有多兵力 同时进行这样一个作业 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